胡姐剛剛成龍講了這麼多的利空 也不是利空 目前的背景 讓我現在覺得嚴正以待 可是下個禮拜又有Computex 所以到底這三天的跌幅 是修正還是轉空 現在就是撲朔迷離 其實剛才成龍講的是一個大的架構 那我們就來拆解說這個架構裡面 有哪些因素它是影響的 那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那到底現在是做空還是做多 第一個是說美股昨天晚上還在震盪 可是你看昨天公布的第一季GDP下修到1.3 這代表什麼 經濟有點轉弱對不對 那第一季的PCE 這連總會再看年增2% 代表什麼通膨沒有升溫 所以經濟成長稍微有點減弱 通膨下修 那連總會有沒有降息的空間 那是好消息啊 對啊就好消息 第一個這個是好消息的 為什麼沒有反應很簡單嘛 漲太多了嘛 漲太多了 它在震盪嘛 然後還有一個這幾天的稻窮比較什麼比較弱 它領先跌破的季線半年線 因為它沒有NVIDIA 對我們來看一下稻窮我們來看稻窮 有沒有季線半年線都破 如果回到景象八 時間拉長一點齁 時間拉長一點為什麼大家會怕你知道嗎 稻窮有點 做頭啊 快要賣當勞的現象了嘛 對不對好 可是我跟大家講你也不用那麼緊張 為什麼 左肩的位置它做了多久 你從時間來看 快要半年耶 對這個左肩大概做了四個月 所以如果正常來說啦 你要做一個對稱的頭部 右肩這裡混 也要混三四個月 OK 除非稻窮直接殺到年限 那我覺得目前來看機率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回到日卡 稻窮它讓大家會怕 但是你看到科技股的部分 納斯達克跟肺磅 他還站在月線上 我們來看納斯達克跟肺磅 月線有沒有破 沒有嘛 台股今天幹嘛 破月線對不對 來看肺磅 肺磅有沒有破 也沒有啊 所以 今天的台股跌破月線 可是我們看到 美國的科技股還站在月線上 那代表什麼 台股今天有沒有超跌 好像這樣 比較起來就是台股似乎 多跌了一點點 對不對好 那另外一個是 決定台股的方向在哪 美元跟台幣嘛 美元指數看一下 短線上的美元指數在五月份 它是偏跌的有沒有 是這樣下來的嘛 好最近在這裡震 有轉強嗎 沒有 也沒有嘛 昨天晚上還稍微拉了一根長黑對不對 好看台幣 台幣這兩天沒有錯 重扁 對 有出量 嗯哼 但是今天就沒有再扁 因為昨天晚上有美元有拉回嘛 好 那台幣我會建議大家觀察 三二五的位置啦 都三二四到三五 這個位置你不要來一個中長虹 就是又扁破 那正常來講 他在這裡會震 那台股呢 台股頂多就在這裡很像震盪嘛 所以外資的賣超 就是因為這兩天的重扁 他開始短線上一些不耐久盤的 或者說覺得漲多的熱錢 他就先走嘛 好 可是大的趨勢他有真的轉空嗎 也沒有嘛 好所以我說中和以上來看 那代表什麼 他是一個什麼 漲多的回檔 他並不是一個高檔反轉嘛 為什麼 因為大盤 我們來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的月線 今天沒有錯收盤跌破 可是他今天收盤跌破的原因是什麼 是MSCI的調整 最後一盤出現多少 2100億的大量嘛 那我會認為啦 這一個21100點的這個位置 甚至於之前的20800點的這個位置 只要能夠把它守住 這個盤 你還是只能先看作什麼 他是漲多的回檔 原因在於 就形態的角度來看 沒有錯 可能有人會講 這裡跌破上升趨勢線 好 可是如果他要做頭 你總要有個頭型吧 那你的頭型 你的好 假設第一個左肩在這裡好了 那你要不要再來做一個右肩 還是做三尊頭之類的嘛 你現在等於是左邊的高點出現 你還要去測試說 這個高點能不能過 如果不能過 他才有機會形成什麼 兩個頭部的現象 所以他不太可能直接像這樣子 去回測季線 有沒有可能像這樣子 多頭叫什麼 還漲極跌 所以如果這裡直接一波殺到季線 我覺得也不意外 你說嘛 這幾天殺到季線 大家說完蛋了啦 轉空了對不對 趨勢變了嘛 因為破了一個形態 可是後面 多頭又過高 所以我說多頭 因為我們要仔細去觀察 前面這個結構 它有沒有出現所謂熱極深悲的現象 你就成交量的角度來看 我不覺得這裡有過熱的跡象 因為它是什麼 緩緩的往上推嘛 然後如果你去看盤面的結構 它是推到這幾天才出現什麼 電子股佔大盤成交比重來到七成 對 不然之前這一段大家都在講 電子都六成啊 五成 都在漲一些奇奇怪怪的股票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回到字卡 結論 我覺得加權目前就是漲多回檔 另外貴買 看一下貴買 貴買它還守在五日線之上 對不對 還守在前高嘛 代表什麼 內肢的心態也沒轉空嘛 所以整個來講 今天這樣子殺 就像柱華剛才講的 好像雖然指數看起來跌很兇 但是有沒有很嚴重的速殺的氣氛 又沒有嘛 好 那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這個就跟盤面的結構有關 為什麼今天跌這麼重 因為電子股在今天的成交比重 是這幾天來首度下降到多少 剩63% 這代表一件事 電子的漲多有人開始幹嘛 提前調節嘛 量能有退位的跡象 下個禮拜是Computex 對不對 他把AI五個天王都集齊了 這個比集卡牌還要難 你集了一個黃仁勳 又一個蘇之鋒 梁建厚也來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來 所以我說這AI的這個五天王在這裡到齊代表一件事嘛 第一個台灣在產業當中的地位是重中之重 第二個是他們很看重這一個展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告訴大家AI就是現在的趨勢嘛 所以最重要的我覺得今天的跌會不會是大家怕什麼 這五個天王如果出來輪流講話的時候高檔有人出貨 所以我乾脆今天什麼 先殺啊 不耐久盤的先跑啊 那後面就要看 AI不要利多出境就好 你後面你可以電子股層要比降下來 AI繼續輪動 然後分一些錢到別的 分到誰 最近的細智財啊 高價的IC設計啊 消費電子也不差 你看國劇也跟你講 下半年的加動率也會落高啊 未接低的股票資金有什麼 轉進的跡象 這個是好現象 那再一個是說我覺得後面要重疊的機率不高在哪裡 六月份是密集的股東會 你看最近五月中下旬很多對不對 那出來的這些大的公司講的話好不好 好消息 聽起來都不差 下半年大家都還OK 所以如果以下半年的產業趨勢來觀察 正常來講他沒有連續性重挫的理由 那另外一個七月要步入除全息忘記 那如果下半年成長 這些個股有沒有機會填息 好 有嘛 那如果如果是這樣的話 六七月要看誰 我覺得銀劍就很重要 高股息就它 高股息 值利率高 你看喔 今天大盤殺成這樣 我們來看250 這個看銀劍指數 看25類的銀劍指數 銀劍指數 在這裡悄悄地做了一個什麼雙底耶 那銀劍股的通通來看一下喔 今天銀劍指數把月線又一個長紅可以站回來 我銀劍股長這個樣子 你看嘛大家都沒注意到嘛 銀劍股我講了兩個禮拜嘛 我們繼續回到銀劍股的日線來看 我跟大家講喔 銀劍股的日線 第一個在這一波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我說量縮到極致 對不對 可是呢你看喔 慢慢的上來 它呈現一個什麼 凹凍量的這個形態喔 那接下來就很關鍵喔 下禮拜如果讓它站上頸線 沒有帶大量站穩的話 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那這個高點如果過了 它會形成什麼 一個多月的中段整理結束之後 有沒有機會再放量出來 再走一段 為什麼 因為第六七月是什麼 高股息的銀劍股要除錢除息嘛 所以回到這個字卡 所以銀劍股在這裡 我認為波段它是有機會準備挑戰什麼 前高 好那再來 今天大家最意外的是什麼 對貨櫃啊 貨櫃 看一下陽明跟萬海的這個江波 陽明 你看陽明今天怎麼走 喂 陽明一度跌停 今天我覺得很簡單的原因在 我們看陽明的日線喔 就是什麼 前面處置結束之後 今天放出來嘛 處置當中偷偷拉上去對不對 上面這裡想要獲利了結的 這裡的也要獲利了結 今天就一股腦全部倒出來嘛 再一個 SCFI指數連漲了四個禮拜 五個禮拜 大家都想說 這禮拜會不會漲嘛 今天盤中一殺 想說該不會這個禮拜跌 結果呢 今天下午一公佈 這個禮拜的SCFI大漲多少 又漲百分之十二 往上漲百分之十二 那今天殺這個不就莫名其妙了 所以下禮拜一應該有機會會反彈 會反彈 然後還有一個你從長榮 從萬海 甚至從台華 甚至從惠陽 股東惠 股東惠 這些大老闆都告訴你嘛 他們判斷至少第三季沒問題 而且重點在於過往都是六月以後 是旺季 今年提早到四五月嘛 對 那運價提早到四五月 開始往上漲 六七月維持在高檔 第二季獲利會不會好 一定大幅超越第一季 好 所以我們回到制卡 所以在貨櫃的部分 SCFI有繼續漲 有 連八週獎了 所以今天我認為是殺假的 他有機會往上反彈 等一下操作策略告訴你 這是貨櫃航海網 接下來生計股間也紅通通 為什麼 大盤不好的時候 避險資金進去 生計月再幾月 七月嘛 所以六月有沒有機會動 有 好 最後一個 傳統的旺季是誰 航空跟觀光 雖然兩岸的利空不斷 可是航空有破敵嗎 觀光有中錯嗎 也沒有嘛 在利空中 如果可以慢慢墊高他的股價 那後面萬一利多一來 不就噴出 太好了 所以電子的比重雖然下降 但是資金有到這邊 這邊都有題材 來 我們舉一些指標股 來做操作的教學 第一個 看這個細字財 一定要看先前的股王 看世新KY 我先問世新KY 世新的股東會財務長 在昨天跟大家講說 的確大家看到 灰打股價分拆 股價就長成這樣子 他們有在考慮 要做股價的分拆 如果有的話 接下來是AI第一檔的股價分拆 兩百八兩千八百七十塊錢 一支要兩百八十萬 分拆之後大家都買得到 如果真的宣布分拆 股價會不會有助攻的力道 好 這裡如果要拆就拆得好了 為什麼 看世新的圖 為什麼說這裡拆得好 都跌到這裡了嘛 都跌到這裡了對不對 好 再來他說 今年或許成長力道 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強 可是重點是在明年跟後年嘛 他有講嘛 他股東會也有講嘛 所以如果你在相對的低檔拆 那不就拆得好 為什麼 你拆完以後 想上車的 變便宜了 我剛好進來買 買一買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 他如果在高檔拆 雖然變便宜 但是也相對比低檔拆還要貴 所以低檔拆會更便宜 高檔拆的危險性在於 如果業績不如預期 成長性沒有出來 那高檔拆往後會繼續跌嘛 那如果你在低檔拆 經歷過的利空的這個淬鏈對不對 你看喔 世新KW已經快要完成一個什麼 類似頭肩底的形態 而且重點都手穩在年限 所以我說 你想要買細緻材的 這個時間點如果還不上車 你就快沒機會了嘛 OK 好 這是世新 來下一檔怎麼可以來紅海 兩檔AI對不對 紅海跟廣達 你看五月外資都還是買嘛 投信雖然有這個對作 看一下紅海跟廣達 大家還是很關心 曹股東說希望能夠先上兩百 然後三百 然後五百 劉昂偉說不可以這麼快 就好了 劉昂偉昨天也想說 吃完飯怎麼哀一雞悶棍對不對 好 但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最近沒有量嘛 沒有量進來 你要他再往兩百走 機率不高嘛 可是我覺得關鍵是下禮拜的 Computex展 有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氛圍 因為大型股手中的是氣勢 氣勢出來量進來才能往上走 所以短線上打到這個月線 回到這個形態的這個低點 我覺得一百七那附近 你就可以觀察 再來看廣達一樣嘛 廣達還陪他逛夜市 對不對 苦煮逛夜市加吃飯連跌四天 對不對 你不要自己沒吃到飯 就一直酸人家好不好 今天還跌過月線對不對 好 可是廣達業績有差嗎 零百里還坐上首富對不對 所以剛好回到季線 是不是一個買點 是嘛 因為廣達之前法術有講 五月過後那個業績 AI的東西會進來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區塊就是 漲多了自然會回合 而且高點有沒有爆量 沒有 沒有嘛 所以下禮拜如果Computex 他們的KUSA有起來 都是好的進場觀察點 這個都沒問題 這個是在AI的部分 來營建 再來營建 營建今天關鍵是誰 就是大哥嘛 大哥今天我上來看一下 2501的國界有沒有 大哥今天有沒有很大 沒有 但是重點什麼時候會轉牆 你要過這個景線要站上嘛 看永信建 永信建這兩天有當沖進來 所以量比較大 可是你看是不是一樣 他也是五月份也是往下修正 那這一個下降壓力線能夠突破就有機會了嘛 甚至我們看下一頁喔 下一頁應該是榮大 看榮大 高雄的建商是今年喔 建案裡面封盤最多的 是 賣賣就莫名其妙又封盤 台積電又要來了 對 有台積電有輝達 又有艾斯摩 三大巨頭都在那 好你看一樣嘛 有沒有也是一樣 那這邊量是都不見了 這個都是什麼 經過修正在低檔之內 這次還打回季線 所以這個位界也安全 這位界安全 為什麼安全 我們回到字卡來看 你看農大喔 今年現金股地配多少 兩塊 值地有5% 值地有5% 這個 今年法輪估大概賺4塊 現在43塊 你說貴還便宜 了解 再來 兩打航運 航運 航運先看虎航 大家都說 今年的這個聯航票價貴 你看虎航 你說航空不好 虎航給你創 掛在創新版以來的這個新高 對不對 看長榮航 長榮航的股價 最近大盤雖然跌 可是它也是維持在這個區間走 有沒有收入兩岸利空 沒有 所以這個區塊 它經過整理 還是有機會往上 那三富跟五福 這些旅行社 第一季業績好不好 都很好啊 我們看一下字卡 三富跟五福 雖然他們的這個殖利率不高 可是喔 大概法人估啦 今年大概分別 這不知道是15塊 這可能12塊 也就是說今年EPS 都10塊以上了 那你如果對照到現在股價 是不是都本一筆10倍 那這個東西現在最壞 就是現在這樣 你還能壞到哪裡去 所以我說 你抱著 當過高以後 萬一有好消息出來 不就是一個東風嗎 了解 所以我覺得 旅行社的股票 還是可以繼續來觀察 太好了 謝謝柏傑 請先回座 這是在今天相對的熱門股 還有在接下來 在整個大盤拉回之際 誰接下來已經震出了機會 天空給你做參考了 說到這三天的拉回 給大家一場的震撼教育 不過這三天的下跌當中 震出了一些英雄來喔 哪一些的強勢股 其實不僅僅是耐搖抗震 哪一些的新題材 現在觸底回升 休息一下 專家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